电转响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卓公小米 今天在京东接的这个风体式马桶 所以就录了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客户花了2000多买的一个突突的马桶 风体式的 这个也算突突系列价格相对比较低的 厂家配的这个打孔样板还是非常牛逼的 可是我们北方是打不了孔的 因为我们的地下有地暖管 水管 线管 所以说没法打孔 大家看到这个仪位器应该很眼熟吧 我们国厂有一款马桶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仪位器 在我前面的集齐视频出现过 其他的咱也不说了 今天就说一下这个法兰 看看这个法兰圈 拿出来以后就是绑绑硬 硬绑 一年全部都碎掉了 像渣子一样 应该是放的时间太久了吧 要不然怎么会成这样呢 完全没有一点粘性 这号称世界第一的马桶怎么能这样子呢 似乎有点太不严谨了吧 无奈客户今天要安装 他只能出去再买一个新的了 一边等客户一边做一些组装的工作 安装水管 安装脚筏 安装脚筏的 看过我视频的都知道我是一个左撇子 所以说大家就不要喷我了 不要说我这个生料袋缠的真是垃圾 都让我用右手缠 可是我不会 笨 拆开马头盖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胶塞 还有它的螺丝 这个小东西的做工确实不错 质量挺好的 这两个螺丝的扣盖做的挺特殊的 它是用双面胶粘的 老领导的法兰圈终于买回来了 出去花了十块钱 这个是梦娜丽莎 我们把法兰直接装在排水口的位置 把它压实 然后到这边把管子切割掉 这个管子呢 切割高度大概留个半公分左右 然后这个法兰圈也比较厚 放上去凸起有一公分左右 这一公分怎么办呢 那只能是踩了 让这个管口和法兰圈 严严实实的咬合在一起 前前后后踩了有三分钟 为什么踩了这么久 因为我的体重不够呀 前前后后干这个活呀 必须认认真真地干 后面站了三位老领导 三位老大爷都是从国家单位退休下来的老干部 全程监控 无死角 第一次对口失败了 真的失败了 对了好几下感觉对不上 然后把马桶卸起来 摸了一下它的沸水口位置 然后心里有一个预判 现在我们再进行试第二次 第二次 这个感觉一点一点它就来了 好的好的好的 这不就装进去了吗 微微调整了一下马桶的位置 现在我们就给它接水 试水了 这个马桶的标识呢 显得也是一级能效 但是和我们国产的马桶一级能效相比的话 我感觉它的用水量是非常大 趁这个上水的空闲时间呢 我们把马桶盖给它装上去 时间是一点都不能浪费啊 因为后面还有活吹着呢 这个胶塞如果压不下去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螺丝捅一下 或者改锥捅一下都可以 为了安装效率高 像这个螺丝 我都是用电动螺丝刀 但是我们第一次领的话 不要领太紧 感觉有那么一点力道就可以了 这样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调整马桶盖的位置 把它调的和马桶的边缘比较齐 正齐 现在我们再紧一次 然后就可以扣盖了 盖子调整好以后 我们就开始冲水试水了 该说不说的这个马桶 也就是一个直冲的马桶 冲水三到四次 没有漏水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打胶了 安装马桶打玻璃胶 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步骤 这个胶要打得好看 打得漂亮 我用的这个玻璃胶 是这样多多的专用防卖玻璃胶 这胶还是不错的 安装完毕 然后我们在客户面前 再进行一下冲水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近距离看一下 这就是突突马桶的冲水效果 我们国内一切品牌有一款直冲的马桶 和它这个也相差不差 那个价格才几百块钱 至于进口的好还是国产的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判断 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观看米师傅后期更多精彩视频 点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